廉价 周末假日出游 国道涌进了大批车流 国道的服务区停车位 经常是一味难求 不过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 其实在服务区的临时停车 是有时速上限的 不可以停超过四个小时 由于最近南投服务区 正在施作太阳能工程 让停车的空间缩减 国道警方加强取缔 用路人如果超时零停 除了最高挨罚1200元之外 车子还有可能因此被脱掉 国道警方在服务区来回巡逻 眼见超时零停车辆 立刻上前开单取缔 连家民众出游 国道涌入车潮 来到服务区更长一味难求 不过国道服务区临时停车 都有四小时的上限 不少民众不知情 不止超时 甚至还有人会在服务区会合工程 国道警方近期也特别在南投服务区 加强取缔 中年不便 他就这样几点你也没办法 你还是要自己罚钱 四个小时之内你在里面用餐休息 然后再上路都是OK的事情 我觉得很合理 休息区停车有零停上线 民众看法两极 但警方强调服务区只是暂时休息地点 加上近期南投服务区失作工程 停车为缩减 才会寄出铁腕手段 不定时的进来这边做签群 服务区里面的话 它会有一个查询车子的一个机制 它也会通报我们有超过四小时的记录 服务区超时零停 不仅最高恐爱罚一千两百元 车辆还可能被脱掉保管 如果再加上脱掉费用两千四百元 民众想贪小便宜 荷包恐怕大失血 记得中路程南投报道